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绘本是本地出版的马来文绘本 你们听到马来文绘本的时候会不会吓一跳 但是不要担心 虽然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马来文绘本 但是我会以双语来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会保留里面马来文的故事 然后我会尽量把它讲得慢一点 然后你们在线上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念 那你就可以学习到马来文 说不定念着念着你就会爱上马来文了 然后不用担心我还会用中文来去解释里面的内容 那么你就可以学到说可以听到故事 可以听到大自然的老虎的故事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学到马来文 所以是一举三德 一举三德 所以千万别走开 然后请你们多多来跟云老师互动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准备好了的话 就可以告诉我 OK我要听老虎的故事了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讲这个故事 好 首先这个故事呢 它的马来文名字叫做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 老虎大王没了班 老虎大王没了班 怎么样啊 我们的老虎大王身上有漂亮的班文 没了班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老虎大王没了班会怎么样 就我们现在来看故事就会知道了 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咯 这就是老虎大王了 你们有没有看过老虎啊 在什么地方看到呢 这一位老虎大王 你注意看他的身体哦 他的身上呢 底部是白色的 然后身体呢 是橙色跟黑色的条 是非常漂亮的皮毛 然后呢 我们的老虎大王 因为他身上的皮毛呢 这么漂亮 所以他觉得他非常的骄傲 虎虎身微 觉得威风的不得了 所以他把自己呢 称为是 是一个森林之王 拉加胡丹 然后你看一下啊 其实呢 你看老虎跟猫可不一样哦 老虎呢 他的耳朵虽然跟猫一样 但是你注意看他的脸 哇好大好凶哦 眼睛呢 开得大大的 嘴巴胃脏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到他尖尖的牙齿 然后啊 你注意他的脚哦 他的脚掌呢 现在你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他生气的时候 他的爪子一打开 向你的脸扫过去 会怎样 你就会血流满面 受重伤 痛死了 对不对 所以那老虎大王呢 是很凶猛的一种动物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凶猛呢 哇 所以老虎发怒的时候 就是哇 所以你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惹怒 我们的 Tok Belang 我们的 Raja Hutan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动物都很怕他 不敢惹怒老虎大王哦 那老虎大王到底发生什么 是会没了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一天啊 那老虎大王呢 去寻他的热带雨林 寻他的森林的时候呢 他就不小心 哎 看到了一个池塘 嗯 这个池塘的水呢 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漂亮 让他呢 他现在觉得 寻思了 一圈觉得好热了 对不对 就想要冲凉啊 所以他就想要进入 这一个池塘里面 冲凉 嗯 你们看到漂亮的游泳池 是不是也会很想要去游泳 很想要下去玩水呢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他就要去冲凉 去玩水了 结果呢 Jek Murai Mahalan Tok Belang Un Tok Mandi Di Kolam 哎 就在老虎大王 Tok Belang 要进入这个水池的时候 突然 突然飞来了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呢 名字叫做 Jek Murai 这个Jek Murai呢 在老虎大王的面前 拍打拍打拍打的 他要阻止老虎大王 Tok Belang 进入到这个水池里面游泳 天哪 Jek Murai 他到底是吃了什么胆 豹子胆吗 竟然敢阻止老虎大王呢 去游泳玩水 太不自量力了吧 你看Jek Murai说了什么 Tok Belang Tok Belang Tok Belang ini menbawa Nasib Buro Jek Murai呢 阻止这个老虎大王呢 并不是因为 他坏心肠 还是他吃了什么 豹子胆 是因为呢 他知道 这个水池 如果你进入里面 很有可能呢 会有这个什么 会有这个 不好的这个 就是不好的这个影响 就会有带来霉运的 会有这个Nasib Buro 所以他其实是好心来 劝告我们的老虎大王 但是老虎大王呢 有没有听这个 Jek Murai的话呢 你们觉得 老虎大王有没有听 Jek Murai的劝告呢 我们来看一下 Jek M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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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老虎大王 他才不相信Jek Murai的话 他大吼了一声 Jek Murai 你给我走开 不要影响到我 我可是这个森林的大王 我干嘛要听你的 不知量力 所以结果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老虎大王 所以老虎大王呢 他现在把他的爪子伸出来 心心心心 然后就是这样子回答 前面的这只Jek Murai 他告诉Jek Murai说 谁也别阻止我 我就是要到这个池子里面 玩水冲凉 对啊 我生灵大王还轮得到你 说话嘛 对不对 所以还好Jek Murai呢 身上长了一堆翅膀 所以他一拍他翅膀就飞掉了 所以才没有中 老虎大王的这个利爪 我发生的话很危险 我会受众伤要送医院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会怎样 所以我们的老虎大王呢 才不管这么多 他就缓缓地走进这个池子里 然后就开始冲凉啊 泡澡啊 游泳啊 然后你看我们的Doc Blanc 还露出了满意 好像小猫咪的这一个表情 真是太爽了 所以刚才呢 Jek Murai呢 惹怒他的事情 还有旺光光的 反正呢 就是好舒服 好舒畅 也好凉凉哦 所以你们喜欢游泳吗 喜欢游泳的话呢 也可以呢 等下听完故事的时候 快点去冲个凉 也会这种爽爽凉凉的 我们再看 但是刚才Jek Murai说 见到这个池子会倒霉的哦 所以我们的Doc Blanc老虎大王 有没有倒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海湾海湾来 Didak Berani Menago Doc Blanc 其实就在老虎大王 快乐的泡澡玩水的时候啊 森林里面的其他的动物呢 也发现了老虎大王 在这个池子里面 他们的表情都很惊讶 也很为老虎大王担心 但是呢 因为他们知道 老虎大王的脾气很快 而且好凶哦 所以他们都不敢向前去劝告 老虎大王 他们只敢睁大眼睛 看了一看老虎大王 然后呢 又默默地走开 是了抛曼地 Berang di Badang Doc Blanc 避浪 天啊 当我们的老虎大王 Doc Blanc呢 爽爽地冲了一个凉之后呢 才发现 他真的倒大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的条纹 他最引以为傲的番纹 不见了 结果不见了 他会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的老虎大王 变成好像空空的了 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 所以他觉得怎么样 糟糕 没有听 Jack Muray的话 就把Jack Muray这样子生气 把他赶走了 所以我们的老虎大王 所以我们的老虎大王这个时候觉得 就是非常的后悔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要听 Jack Muray的这句话呢 而且他也觉得很羞快 因为老虎大王没有了这个番纹 他觉得他已经不是老虎大王了 而且呢 非常的丢脸 该怎么办呢 所以Jack Muray呢 他左思右想呢 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哦 Jack Muray Manchari Sikancho Yangchurde 所以他想到了 热带雨林里面 谁是最聪明的 最聪明的那一个呢 可能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哦 所以他就想到 啊 我可以去找Sikancho 他这么聪明 一定可以帮我想到办法解决问题的 你们知道Sikancho是谁吗 我们来看一下哦 哦 Sikancho就是他了 这么小的一个Sikancho 突然间呢 没了班的老虎大王出现 把他吓得发抖啊 你看 抖起来了身体 他不知道老虎大王是要吃了 他还是要做什么 但是听了老虎大王呢 告诉他去到了池子 冲了梁结果 我身上的班纹都不见了 他才知道 哦 原来老虎大王是要 导他想办法 那么我们的Sikancho呢 想一想了之后呢 就这样子来告诉 我们的老虎大王 我们最聪明的这个Sikancho呢 他就建议老虎大王说 不如呢 你找一下我们森林里面的Sikancho 因为Sikancho呢身上呢 有非常漂亮的这个纹路 就好像我们老虎大王原本的这个身上的班纹一样哦 或许他能够给你意见 帮助到你 所以我们老虎大王学乖了 他不敢呢 像他对 Jek Muray这样子对Sikancho 所以呢 他就想说 接受Sikancho的这个建议 然后呢 他就去找Sikanchan Sikanchan是谁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哦原来他就是Sikanchan Tok Belang bertemu denganSikanchan Tetapi Ciorak badanSikanchan tidak sama denganTok Belang 所以呢 老虎大王早啊早 就找到了这位Sikanchan 果然呢 你看 他身上的班纹漂亮不漂亮 如果你觉得Sikanchan的身上的班纹很漂亮的话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可是呢 这个Tok Belang老虎大王就发现 Sikanchan身上的班纹 跟我的可不一样哦 他真的能帮到我吗 所以Tok Belang就问Sikanchan了 果然呢 这个Sikanchan呢 他最喜欢就是在 躲在这个树上 在树丛中躲起来 看出了头来 就告诉了这个老虎大王 他告诉老虎大王说 虽然我身上的这个班纹很漂亮 但是我也想不到法子来帮你 所以你看 我们的老虎大王超级失望的 他说了一句 所以老虎大王说 Sikanchan的这个花纹呢 跟我都不一样 不是我的这个花纹 所以他不能帮我也是正常 他现在也是吼了一声 可是是一个很悲哀的吼叫 到底谁能帮帮我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动物 可以帮到我们的Tok Belang 老虎大王呢 这时老虎大王呢 他离开了Sikanchan对不对 然后呢 突然间呢 他在树上就听到 这样子的声音 然后从树上呢 就滑下来了一条东西 他是谁 他就是Sang Sawa Sang Sawa呢 看见Tok Belang呢 身上没了班纹 而且垂头上去的样子 他知道我们的老虎嘛 大王麻烦大了 肯定是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霉事 身上的班纹都不见啦 所以他就至高奔勇的说 我要来帮你咯 老虎大王 他说了什么呢 Biar aku menolong mu Tok Belang Lihat Badanku Ber Chorachante Tentu aku bandai 所以呢 Sang Sawa说什么呢 他说老虎大王 我知道你面对的问题 很苦恼 我呢 现在就来帮你 你看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的班纹 可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虽然我身上的班纹 跟你原本的班纹 不大一样 但是你看我身体的班纹 真的漂亮 肯定呢 我也很聪明 肯定我也能够帮你的 这个时候呢 老虎大王呢 他就怀疑了 他不知道要不要接受 但是呢 因为之前遇到了 Jek Muray 因为他不听宣告 所以遇到了 这个倒霉的事 所以呢 他就想 姑且试试看 接受 Sang Sawa的帮助吧 Sang Sawa会怎么帮助 我们的老虎大王 Tok Belang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朋友们 你们听不明白 这一段故事了吗 原来呢 Sang Sawa呢 根本没有办法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 Tok Belang老虎大王 他其实呢 只是要趁机呢 要袭击我们的老虎大王哦 所以呢 他一下来 等老虎大王 靠近他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卷起来 然后想要把老虎大王杀死 然后把他吃掉啊 所以我们的老虎大王 会不会被这个 Sang Sawa吃掉 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呢 当然故事没有这么快结束哦 因为突然出现了转机 Mujo Tok Belang Tapad Benchakar Sang Sawa Sang Sawa 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老虎大王 我们的Tok Belang 他的这个爪子 可是很厉害了哦 这是他的很强的武器 所以当这个Sang Sawa呢 把他卷起来的时候呢 他呢 没有完全 慌乱的忘记了 他这个最强而有力的这个武器 他就伸出他的爪子 乱爪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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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把这个Sang Sawa抓得太痛了 所以Sang Sawa想 哎呀要吃你 但是太痛了 所以还是放过他吧 所以我们的Sang Sawa 就把他的身体呢 放松 然后就逃跑掉了 而这时呢 我们的Tok Belang 老虎大王也得救了 你看 刚才老虎大王呢 得救了 真的是死里逃生 然后带他垂头上去 走着走着的时候呢 遇上了一只小小鸟 这只小小鸟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Sang Teng Pua Sang Teng Pua呢 这只小小鸟呢 飞到他的面前 然后告诉老虎大王 他可以帮助他哦 可是你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Tok Belang老虎大王呢 刚才才死里逃生 被这一个呢 看起来又漂亮又聪明的Sang Sawa 骗了一次之后 他还会相信 这小小的Sang Teng Pua吗 这么小的一只小鸟哦 所以老虎大王就说了 所以老虎大王说 你这小小的小鸟 难道你真的有能耐 可以帮我吗 你愿意帮我吗 然后Sang Teng Pua 就很真诚地说 他很真诚地告诉你 老虎大王Tok Belang说 我呢 小人愿意呢 用我最真诚的心 帮助大王 所以你们认为 老虎大王 有没有接受Sang Teng Pua的意见呢 还是Sang Teng Pua的 Sang Teng Pua呢 是要玩弄我们的老虎大王 再让我们老虎大王 又后悔又羞愧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Sang Teng Pua melukis badan Tok Belang akhirnya Badan Tok Belang kembali selepas Saharian melukis 哇 原来Sang Teng Pua 真的有他自己的方法哦 他拿出了 他的这个 画画的用具 包括一支画笔 还有原料 然后就开始呢 在Tok Belang的身上呢 开始画起来了 所以Tok Belang老虎大王呢 哇 也很惊奇 因为之前呢 都没有其他动物 可以这样帮助他 经过了一天的时间呢 啊 我们的Tok Belang 身体会出现一个 怎么样的变化呢 就是很想看 到底我们Tok Belang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整身乱七八糟 还是真的画得 漂亮亮亮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Tok Belang Brasung Gumbira Garana Belang Yang Dilukis Sang Teng Pua Sang An Chante Dansipati Mana A Salmi 哇 看到了吗 我们的这个Tok Belang 感觉呢 又回复了 他的这一个 勇猛的这个样子哦 你看Sang Teng Pua 画完了之后呢 他的身上的这个 黑色跟橙色的斑纹呢 又重新出现了 在他的身上 而且这一次 看起来呢 比之前原本的 更漂亮 而且呢 他觉得自己 非常的帅 所以呢 他还开心的 哇 的一声 还笑了出来 而这时候呢 其他的动物呢 也跑来欣赏 Tok Belang 身上漂亮的斑纹 然后呢 都恭喜我们的 Tok Belang 老虎大王 耶 老虎大王 你终于呢 又回复了 往日我们的这个 森林之王的样子啦 从那天之后呢 森林里面的所有的动物呢 都知道呢 Sang Teng Pua呢 是一个好厉害的画家 是艺术家来的 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 大家都开始注意 我们的Sang Teng Pua咯 所以Sang Teng Pua呢 他们注意到这个Sang Teng Pua呢 其实呢 他不只是很厉害的艺术家画家 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哦 你看 他住的潮 画在树上 真的好漂亮 好有艺术感哦 所以大家都来称赞 我们的Sang Teng Pua 赞赞赞赞赞哦 好厉害哦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故事 叫Tok Belang Tok Belang 老虎大王 没了班 OK 所以就是这一本 马来文的绘本哦 然后呢 他其实还有一本 就是英文的 英文版的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鼓励所有的小朋友 或者是老师的家长 可以多多关注 本地的 出版的 自然的绘本 因为大多数都是讲本地的 因为我们要认识 我们自己国家的动物啊 所以这里是几个 本地出版的 这些动物绘本啊 包括这个是关于 记忆的 Ziki Ayan 还有包括这个是 Biawa 水蜥蜴 然后包括这个是 我们很有名的 本地的绘本的 作家叫 Yusof Gaggia 这个是 Smooth 关于蚂蚁 然后这个呢 Tepi呢 就是我们很爱的 马来西亚的 马来模 还有这个Bangal O Bangal 这个是一个 马来童谣的绘本 然后里面有 很多本地的 这些小动物都很棒哦 那如果呢 你们有兴趣了解 更多关于本地的 马来文 或者是大家的绘本的话 你们也可以 之后可以 找云音老师 关注云音老师的page 或者是说 你们想要订购啊 或者是你们想要买来 捐给学校啊 或者分享给你们的学生啊 或者朋友啊 都可以来 因为云音老师 有协助推广这些绘本 所以在这里呢 还没有完啊 先不要走啊 因为后面还有彩蛋的 OK 所以在这里可以 先介绍给大家 就是说 云音老师这里是 自然教室 Nature Classroom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这些自然科学 或者是这些阅读的 大自然阅读的东西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Nature Classroom的page 那如果你们还想要 听云音老师讲故事 会必是马来文故事啦 是中文故事 关于熊的 关于热带雨林的 关于这个 动物大便的也有 然后里面有一些互动 你们也可以到 云音老师的YouTube去 上面云音老师 已经有讲了八个故事 所以在这里 要用马来文先跟大家讲 Terima kasih 谢谢 别走开 我们后面有彩蛋 OK 我们的彩蛋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了这里 真正的老虎 Dok berlan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 看得到马来亚虎 还有虎妈妈 跟她的虎 你是不是很可爱呢 但云音老师说 要跟你们分享 更多老虎 在马来西亚的状况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啊 老虎在我们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呢 是鼓猎者 是最强壮的这个猎食者 所以呢 他呢 哇 长得又大 而且他帮人又这么漂亮 所以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国徽 也是用老虎来做代表的 除了我们的国徽用马 老虎来做代表 还有什么用来 这个老虎来做代表呢 包括好像说 银行 Maybank Maybank也是用老虎来做代表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国产车 Proton Proton的车 它也是 logo 也是老虎 对不对 所以老虎呢 是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志 是我们森林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动物 如果它灭种了 绝种了 我们整个森林呢 都会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生态不平衡 食物链不完整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 你们看一下哦 其实在70年代 大概距离现在50年前 我们全世界有4万只老虎 但是呢 每一年都在 掉掉掉掉掉 一直到2010年 全世界其实就只有 3000多只的老虎 这个是估计而已 那么你们觉得 马来西亚还有剩多少只老虎呢 1000只 2000只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老虎 在现在呢 2020年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专家已经 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到200只老虎 在森林里面 所以我们老虎的数量 越来越少 真的是少到非常少了 那我们可以怎样子 做来帮助老虎呢 其实你可以帮助老虎 可以让我们老虎呢 更好更健康更快乐的 活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热带雨林 所以我这里就要请大家 来做一个帮个忙 当我们的老虎保育义工 要怎样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们要怎样帮忙呢 我要请你们帮忙呢 我们的托带雨林 没有搬的托带雨林呢 来帮他恢复他的条纹 就好像托带雨林一样 帮助我们没有搬的 这个老虎大王恢复条纹 那没有搬的老虎大王 是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没有搬了之后 是不是很像 飞兜草原上面的狮子呢 很像对不对 他们都是猫科动物 但是呢 他要 杀药不甘心 Bertina ok 老虎大王要我告诉你们 他不是非洲草原的母狮子 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老虎大王 所以要请你们帮帮忙 所以呢 要帮什么忙 就是要像上登坡这样子 帮他画上斑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彩蛋小活动 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 等下这个图呢 会给大家 然后大家呢 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呢 就用你的颜色 你的颜色笔呢 去把他的斑纹画出来 画得漂亮亮亮的 然后呢 背景也可以加上森林 用你的创意的方法 去写下一些slogan 跟很漂亮的这个环境 给我们的老虎大王哦 然后呢 我在这里也要 谢谢所有的 小朋友 我们希望你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学到很多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